香港支聯會將在本週日舉行 六四愛國民主大遊行 由港島區的灣仔修頓籃球場 遊行到西環的中聯辦抗議 秘書長李卓人強調 引渡惡法對香港的迫害迫在眉睫 將加入反對引渡惡法的元素 救香港我們必須要先立刻要去改變中國 改變中國這麼恐怖的狀況 所以我們相信今年會有多人走出來表示態度 今年燭光晚會的主題為 人民不會忘記 平反六四 公益必勝 支聯會期待今年晚會的人數會破歷年紀錄 一個傳統30年維持過 來到是為被滅聲的人去做發聲 被逼洗腦 被逼圍望的人 我們在香港講出人民都會忘記 新唐人記者林秀儀在香港報導